就出婴儿 救难人员还得帮忙喂奶 运送物资给受困二楼的灾民 英格兰中北部和维尔斯地区连日暴雨 一天降下超过100毫米 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 气象局更发出警告 直指民众恐怕有生命危险 约克郡市中心因为约克河溃提大烟水 市区几乎泡在水里 从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车辆在一片汪洋中接近灭顶 看着灾民无助 反对党工党党魁科兵 勘灾没头声索 适逢英国12月将举行大选 首相强三立用选战控党视察灾区 不小心被英国媒体捕捉到 笑脸拿拖把帮忙清理 遭到抨击不够苦名所苦 暴雨成灾引发山洪倾泻 英国发布200多处洪水警报 并将民众暂时撤离到附近购物中心过夜 铁轨泡水火车停逝 地铁站警报 当地形容这次水灾 就像是圣经记载的大洪水降临 但民众只能穿雨鞋在宁明的家园 等待水退 因为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上台执政 多年来政府始终没有教训 只是想以提防阻绝洪水 没想到灾情一次比一次严重 记者彭馨仪综合报道